新城乡厂何理台上任之后 他视察了资源回收厂 发现工作环境非常简陋 入天场地每逢下雨就没办法作业 而回收物放置在地面 由人工挑剪分类效率很差 回收量大的时候 更无法快速分类造成堆积 必须花上好几个工作天机 大量人力才可以消化完成 因此他新设了相关设备 工作人员配合输送带旁的挑剪回收物 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更是让新城乡荣获了110年度 资源回收提升最多的特殊表现奖 为了改善新城乡资源回收的工作产域 相当何理台上任之后 视察资源回收场域 发现工作环境相当的简陋 入天场地每逢下雨就无法作业 回收物放置在地面有功能减起分类 效率是相当的差 回收量大的时候 无法快速分类造成堆积 必须花上好几个工作 以及大量人力才能消化 因此相公所新设回收区车道 地平276平方公尺 建造回收作业屋顶钢棚一座 以及含水泥隔间以及地平 另外新设回收分类输送带 以及操作机组一座 含输送带厂36.5公尺 以及操作机组 改善之后工作环境大大的提升 工作人员配合输送带旁 简挑回收物 效率也提升了10倍以上 更让新设厂融合110年度 花园银县各江城施工所办理 只用回收工作绩效考核计划 只用回收提升最多的输融表现奖 为什么我们新设厂公所要来做这样子的输送带来分类 过去我们的分类都是蹲在地上 搭个棚子 然后日晒也好 夏以来都没有办法遮风避雨 当然说我们在这次的征集当中 也含了这一项项目 就是我们的清洁车到外面 到社区里面去收集这些自然肥瘦的东西回来之后 但是它要分类 瓶瓶罐罐塑胶瓶子等等类类 要够各项的分类 但是这项分类之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消耗人力 而且时间要拖到回挡场 常常堆积如山的这些自然回收物 没有办法来消耗 所以这次我们用了这样的输送带来的机器 可以说是它的效率提高了N倍以上 提高了这10倍以上的效率 所以我们的分类过去没有什么赚钱 但是现在已经转会回应了 上个月我们好像就赚了好几十万 所以这个邱队长以及所有的清洁队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希望民众在自然分类也能够彻底的来跟我们清洁队员来配合 环境大家共同来维护 我们这块幸福快乐的新城乡 是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的 向公所市场办理在活动当中加入了垃圾源头减量 以及支援回收的宣导 支援回收增加之后也必须有因应的设备 以及工作环境提升分类的效率 感谢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以及华人政府对行政院向垃圾问题的重视以及协助 支援回收由不负人力成本转亏为盈 这是显现垃圾场掩埋以及回收作业环境改善的工程的最好成效 让行政院向成为整洁干净的幸福城市 记得讲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